您好 欢迎收看Tnews 林波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带您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 首先关心的是苗栗县招商再传好消息 县府工商发展处招商引资脚步不停歇 在公测会及招商马上办中心 全力的辅导协助之下 近来共计有15亿元的新增投资入列 县长徐耀昌就任之后 招商引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9800亿元 持续为破照的目标来全力以赴 招商引资 投资苗栗 向来是县府的重要工作 即便受到疫情侵扰 仍不停歇地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而努力不懈 促使许多优秀企业厂商 支持苗栗 看考苗栗 持续扩厂或新建厂区 在9月6号到10号期间 除了有园艺石英及台湾宝莱德加码投资 创合材料科技也将在造桥新建厂房 我们园艺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他第二次的加码投资在我们16亿元 在中心工业区的北区 分两期的一个扩厂的 扩建的扩设第二场 那在上一周呢 就是9月6号到9月10号这个期间 刚好又有我们台湾宝莱德公司 他加码投资5亿元 在我们竹南和头粪的 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机器及检验设备 以及还有生产碳酸钠 还有花石粉等等 这个创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他也有计划赤字2亿元在造桥 除此之外 亚洲排名第三的上庄公司 计划投入2亿元新建厂房 而大川研科技也将赤字6亿元 新建物流远区 亚洲的排名第三 也是台湾第一大的老牌 玻璃容器的一个机具 那个挤压模具的一个上庄公司 他的产能也是 常常被这个老顾客 追着跑的情形下 他也计划投入2亿元 在竹南新建厂房 那再来就是他也会赤字 6亿元在头份是新建一个 电子主零件的一个 保税物流园区 那大川科技公司 所以这些加加起来 我们目前是合计 招商引资是9800亿 五家企业厂商 高达15亿元的新增投资入列 预计可创造198个就业机会 现付后续仍将持续招商引资 往破造目标迈进